Hello 歡迎收看堅仔精選過關 也要先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身旁啊 咦 胸口不是有對鷹 胸口有個狐狸 是狐狸 狐狸 木狼啊 木狼啊 就是馬燒燒 小冠子 波仔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接下來星期六究竟有哪兩場可以做一個精選過關 昨晚谷草賽事裏面有放 又有追 上下換場都頗不一樣的 真的中招了 如果看完上半場的圖案 貼爛好啊 壓完地之後 竟然真是魔鬼跑道 真是魔鬼跑道 馬上在外面蓋那些好啊 完全 這樣單日轉向有時候都很難搞的 這件事可能還會影響到什麼呢 就是你買大彩池的 你是橫跨組的嘛 又是六環彩啊 六環彩啊 我看完頭兩場 六隻的三格馬都是貼欄的 當然是清高一些貼欄的那些 那些紅日射未必 臨場又要再調低一點的嘛 臨場都幾 如果你買紅日射的話呢 我相信都幾有膽戰心驚的 雖然說只要有一盤 但是它轉彎的時候 頭額額都覺得幾厲害的 不過呢 找到一個一千米的新出路呢 那就繼續有好成績啦 不過不要緊的 每次我們都摸著石頭哥河啊 跟大家去分析之外呢 也都歡迎大家留言 玩遊戲的 那究竟有什麼遊戲啊 小公子 那就是這個 堅仔送大禮啊 那就是呢 在我們這條影片的下面留言啦 那格式已經在下面 最後這兩行呢 大家追蹤這個格式 當然內容就不要抄襲啦 那根據你自己啊 用堅仔方面的經驗 那講回呢 堅仔最好的功能是什麼 那講完原因呢 那每次呢 那個 就是每一期呢 我們就會選出三位得獎者的 那它就可以呢 獲得這個堅仔無線充電器啦 還有呢 投注改進課程呢 可以上一堂的 沒錯啦 那在下面呢 有個格式呢 如果馬迷交叉交叉呢 就不是說叫你這樣打個交叉就行的 因為呢 堅仔賽買up呢 是完全是免費下載 免費註冊 頭兩場也是免費所有功能都可以用得到的 只要你免費註冊得到的話呢 那就已經是有一個馬迷 一個number 那就是有一個叫做用戶名的啦 那就可以即時留言的啦 那所以大家呢 多多踴躍參與 那如果呢 我們去回 立即介紹一下啦 去回那個堅仔app裡面啦 右上角 除了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呢 一大眼無為看完之後呢 那其實最後呢 有個投注改進課程的 9月8 9月15 9月22 一眼觀測看到呢 全部都是日賽來的 沒錯啊 那就是我們逢日賽啦 都會呢 會在我們這個的主場 那就會舉行這個投注改進課程啦 那接下來呢 星期六呢 都會有的 那就可以在哪裡報名啊 那當然呢 就除了致電我們的Whatsapp啦 就是55361116之外呢 打電話上來報名呢 其實可以上回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報名的 上回我們公司的網頁裡面啦 有一個教學裡面 找得到呢 投注改進課程的報名 甚至乎你下載了堅仔呢 現在我做不到給你看 因為我還沒登出嘛 你一登入了之後呢 其實它的畫面裡面呢 有一個大撲合彈出來的 就告訴你 九月後還有哪兩天啊 十月後還有哪幾天啊 那麼就立刻按個報名呢 就彈到它那一頁裡面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還有一個簡單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究竟喜歡吃A B C 餐呢 一定是沒有 食物那邊呢 就沒有全餐的 買馬就有全餐 那所以呢 你說下這些資料呢 我們可以盡快幫你安排嘛 沒錯啊 那就是 那當然啦 如果你打開我們的app呢 都已經第一個band 已經彈出來 沒錯 已經是投注改進課程的啦 那所以呢 下載了堅仔賽馬APP啦 那就真的相當方便啦 就有不同的功能啦 甚至乎報名的這個課程呢 是的 都立刻可以在這個app那裡搞得定啦 而想上來玩的朋友呢 除了當然啦 是我們的商年費用戶呢 就非常之歡迎啦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帶來你相片的朋友仔的 說我沒有用過堅仔啊 究竟是怎樣的模樣啊 賽日和賽前有什麼不同呢 你上來當然是賽日啦 那就看到那些大壽星爺 就像昨晚方仔那些 砰砰聲的那些過關飛彈出來 你不相信也拖回一煮啊 不做膽也好 那所以呢 就可以帶來朋友仔上來 一起在一個很舒適的環境裡面 一起吃飯 一起看看賽馬 一起讓堅仔 對的到時才購買啦 嗯 沒錯啊 好啦 那都事不宜遲啦 這個接下來星期六呢 哇 都很急說啦 十場的賽事 那我們呢 都是選了同一個班次 對的 同一個龍城的場次 真的不謀異合啦 首先呢就是我 第五場 選了這一場的賽事呢 就是直接來啦 選了我馬甘呢 就是十一號的先道先得 這匹馬呢 上一次賽前呢 都常覺得 哇 好像粒粒裸裸的 那些閘子沒什麼看頭的樣子 立刻呢 跟大家看看這一場呢 009場次先 當時呢 就是田先生 田坦溫跑的 起步呢 它是慢了 現在在一個尾道 10號仔 包尾那隻就是先道先得 現在贏的一對馬呢 就是放在前面的 二五仔 不是二五馬 就是這個年年有型 還有這個哈羅威 放在前面 那時候再看回這一組 009的斷速呢 頭兩轉 有46秒05 接著呢 不斷呢 都再開個25秒64 其實是一個前快 後近快的 或者是後快 正常的 的斷速來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後上馬呢 就好像有些禽鞠爬滑石那樣 最好其中一隻 現在在尾二那隻呢 就是自治多寶 自治多寶 跟著上千四呢 就爆桥 還有一隻現在在尾六 大我當 八臂糧 我好久不見了那個 就是初戀 那他這場也是 你可以說是加了磅 沒有這個形勢 但是也是追得不好 但是這一對馬 就已經是再出 在千四裡面 包了這個Q了 那前面就有些馬 還未出 還有一隻叫做 包美完美演繹 其實都已經是提升了名次了 好了 說到現在 十號仔 已經在大我當 逐步蠶食上來 是收窄和那隻叫做 自治多寶 自治多寶的 就是那個差距 差距 收窄和距離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這一隻的仙道仙德 是一個挺起出望外 或者挺好的走勢 好了 跑完這一場之後 繼續上重化 繼續三波快跳 真是阿塞的馬 好像那隻英勇快車一樣 那隻我都覺得 還是有點瘦 但是如果說表現來算 就已經是十級以上了 再看看這隻仙道仙德 上季其實很快就已經 初出已經跑過千四了 三一七種場次 一月中 大家的馬已經是開了氣 跑到 猴猴猴猴的時間 他跑了一場馬 輸給紫荊綻放 大數據 加州動員 一而再也在四班千四 又或者中距離的谷草 都跑得好 它也不需要太過被動 它可以跟前一點 再看看血統 哎呀 現在還沒有判 再看看血統 聖靈瀑布的紫字 其實很多馬 都叫做中距離 都跟斗雲 辛威王 聖靈之軀 登斗王子 都是由千四起標的 得以速契其兵 就是比較短途的 所以我覺得 跑完一場 上來千四 是非常合理的部署 甚至乎他上櫃一出 已經跑千四 阿塞也不是傻的 就是他很厲害 也不是完全用這馬來教飛的 就是應該 都是有一定的 認知 或者對於這隻馬的看法 應該是跑中距離的 所以 上一場這麼厲害的斷速 我就先拿走他 或者他沒有什麼 千四經驗 或者他的採職 可能還有一些倍率 好了 三隻配具 我又由西蘭包開始說起 瑤馬堅廠 這次套個眼罩給他 是福是禍 未知 但是上一次 其實潘頓選他來騎 而不選同場的線路萬里 都臨場的飛數 或者表現 都已經告訴大家 他是硬朗的 他的跑法 或者陣上形勢 相對賺的 但是這個五檔 我覺得這次他也未必會再試 他可以放在中間位置 我相信他繼續再騎 都是有一個叫做 心意放在這裡 所以我把他拖起來了 其次之外 有隻外驅 就是這個景先生 上次就在這個 泥地賽裏 給他和新強福營 就傳了 這隻 我就放在第五選上 因為我就有點擔心 這一場馬的步速 到底是不是這麼快呢 所以我這隻就放在第五選上 那為什麼呢 還有哪兩隻選呢 一隻就是令人又愛又恨的機緣醉目 我相信我和你都應該對他有些 和他有些刮割的了 是嗎 糟糕了 不要說得直接一點 糟糕了 好了 上季尾他跑到喘名復發 然後呢 之前呢 又長一長都十三十四檔 一下子就跑了一場黏地 千六就亡命快放 然後又快步衝 總之上一季呢 他就完全呢 是在這裡呢 總之陣訊裡面呢 就比較禮計一些 但是最近那個一千米集呢 他有事都不錯 放了近觀眾席的路段裡面呢 有一個不錯的走勢 同一個路段呢 昨晚呢 已經弄了兩隻出來的了 一隻就是符號 一隻就是木火龍區 那如果相信那個方拉的話呢 那這個一檔呢 希望新哥呢 昨天都被人打到口腫臉中的了 四隻馬 兩面兩個屁 停一下停賽也不見多少 所以呢 我覺得可以拖起來 可能他騎舞的兩面兩屁呢 你又導出了真話不要說 是真的 就是他跑這個魔法速滴 未必有披 好 還有一隻呢 就是大家臨場可以執生了 究竟投了兩場的草地賽 是不是真的 利放得很厲害呢 陸續歸呢 他可能會賺了一個暴衝 鳥子大意是見盡的了 不過他在這一場馬裡面呢 應該是拿到一個叫做 前置的地位 那如果 為什麼剛才在那裡 敬先生和陸續歸兩隻在那裡 要相隔這麼久呢 我自己就放了一隻前置才陸續歸 上一次1200 我始終都是覺得他的步頻太速了 1400應該是比較適合他跑的 上季尾那一場826 或者前一場 826 那場馬天天得樂 神池堅廠三隻都是追的 他放回來輸了兩隻 也有一點反趨勢的味道 所以他有一些叫做前置的優勢 反正如果 看了兩場都說 蓋到飛起的話 勁先生呢 我覺得都是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我用另一個顏色 程義傑就是上次介紹給大家聽 就是說他 思思而然 走去試完泥閘 戴過眼罩 然後馬上爆 贏回來的姿態 萬步速開 快末段是勁的 那 那 這次四班千二個泥地賽 被那隻歐華娃娃娃跑 非常合理 沒有人叫歐華娃娃娃再過來跑千四 那 再看回這個血統 雖然Sweet Ace 就真的可以跑泥地 但是草地不是不行的 威利奔騰 聖德威風 發財好事等等 所以這隻 都是叫做泥地雙槍像 那大致的框架 在第五場裡面 我就選了這五匹 但是 如果你說真的要拍片 要講的時間 我就先拿到十一號仙道 才能做膽 拖二、九、十二 敬先生 程義傑的馬 如果你上次有份夾中的 沒有空閒錢的 就拖上去 OK 你又有空閒錢 因為 上次夾中的 都打到飛氣了 臨你那邊屁 我剛剛也預告了 我就選了第六場 這場就是 另一組的四班千四 如果你眨眼看下去 放頭的馬 就應該是兩隻而已 一隻是美神來 另一隻就是煽露神華 那麼預計步速 就應該都不會 快到去哪裏 那麼這隻的江南聖 雖然你好像 感覺上是一隻後上馬 但是其實他在 上季夜馬的時候 如果排到一個好檔 他都可以跟到一些中間的位置 甚至乎在千二 他都是跟第六位的 那麼所以這隻江南聖 都是一隻 跑法是有大一點點彈性的馬來的 那麼這次排到四檔 應該跟到 是要一些好一點的位置的 那麼你說 哦 他都是一隻五班的贏者來的 不過 如果你看回他上一場的賽事 那就是都走得不錯的 那麼也可以看回這條片 那麼江南聖 在排了一個大外檔 起步呢 現在就 這裡一捉 巴道 他都 惡了兩下 他都已經要捉到尾巴那裏了 那麼很不幸 那又是冠寶區這一場 那麼冠寶區呢 在賽前的拆騎指示 希斯是叫他留的 但是這場馬呢 眨眼看 當時已經覺得沒什麼馬放了 還要叫他留 那就是 玩他而已 那麼到現在呢 都真的形成了一個 的慢捕捉的 那麼也都 看回了 那麼現在 頭馬的就是尾三那隻的 人和嘉誠 那麼另外呢 前邊 紫色衫就一定行 兩隻馬呢 進到直路呢 他們呢都是走過外跌的 那麼先找一隻江南盛 那麼現在呢 都還在馬林 在一個粉紅色眼罩 旁邊 黃袖那隻就是江南盛了 那麼當日呢 其實呢 那些的 千四米賽事呢 全部都是外面蓋好的 人和嘉誠 較早長廁那些的不妙性 都是外面蓋的 現在呢 撲上來 魚郎伺虎的馬主熊峰 都是外面蓋的 反而 江南盛呢 就 越走就越來 貼著條內欄呢 怕死你 那些跑線呢 是不夠軟的 那樣 一路呢 就在那裡 衝上來的 那麼這場馬呢 其實就 表現呢 都算是OK的 當然啦 人和嘉誓 贏得水準未必太高 但是既然他洩步速 洩跑線 都上來的話呢 這隻 五歲的紐西蘭馬呢 似乎今季呢 都還有少少進步的 那麼這次呢 就排過好檔啦 正如剛剛所說的 那麼一至三檔呢 都是一些比較可以前置的馬來的 那麼美神奈就是死步頭啦 嗯 北海道啦 那麼另外 線路神華上次都是放頭啦 那麼這隻的 江南盛呢 想起來呢 幻想的位置呢 是會是挺好跑的 如果出閘順利的話 那麼這隻江南盛呢 那麼我就找他做馬膽啦 那麼配的方面 那麼我看到北海道 我不是選擇北海道的 不過我看到北海道呢 就想起這個賀賢和方家柏呢 真是朋友都沒有人有的 哦 上位北海道就已經是啦 晚上那場 是的 一來啦 那二來 他原來北海道呢 他試兩個集 剛剛星期三有兩組谷彩六五零 都不跑 暴民騎這隻的黑桃火箭 交代 這隻留回千四 那麼我先看一場的 這隻北海道 那麼配的呢 那麼我都在小號碼那裡說起啦 那麼分秒聲 那上次呢雖然他真的賺了一個 對啦 對啦 快步速 以及也賺了一個外踏的跑線 不過呢 他贏起來的姿態呢 其實也算是挺好的 那麼如果你拿回 堅廠去做一個實力指標 那麼堅廠其實也是上季 已經那些千四 建立了一個賽職的啦 而這隻不秒聲呢 哇 即是 也叫做身形比較灰霧的嘛 一出呢 這樣贏得呢 那我也相信他還有一些在手的 那麼這隻的不秒聲呢 我就配腳就選回他啦 那麼另一隻呢 要選回來的 啊 講完不秒聲呢 就是他上次呢 那隻博外先鋒 都是一隻四班的那些 實力指標 那些千四 大家一齊都是走相近的跑線 而不秒聲可以脫開那隻博外先鋒 所以兩隻選 那我就會稱先那隻不秒聲啦 那另外呢 天天得樂啦 那都 上季呢 其實就 46分贏馬而已 但是他在那些 五十幾分那裡 已經在那裡一樣樣 甚至乎三班尾 已經是 都有接近的走勢的啦 那麼最終呢 搞一搞四十六分贏馬啦 那麼贏了馬之後呢 加五分 如果你看回他上一場那個的時間呢 那就是贏著堅廠啦 又是 那麼就彈掉那隻陸續威 那麼同隻搖搖領先那個的完成時間呢 不論這個分段時間 和這個完成時間呢 都是相約的 那麼這組的水準我都覺得是 可以接受的 合格的 那麼這隻的七歲仔呢 經過暑假之後呢 試了兩個大閘 那麼葉倉馬逢的馬呢 試了兩個大閘呢 都是一些比較積極的操練程序啦 那麼似乎這隻的七歲馬呢 那麼都 難得都 如果維持狀態的話呢 都不要再保留了 我想都 那麼都繼續用了 何則堯排過好檔呢 那麼都要合理的配角都拖了啦 那麼另一隻呢 就是煽老神話啦 那麼這次呢 他就 很開心啊 賽前 手道拿了一張梅香正呢 可以不上啊 他說額頭 終於我在松化裡面 大展拳腳 我都可以上去玩一下 是啊 沒錯啊 終於拿了一張梅香卡啦 那麼大個兒子以來呢 七歲仔 第一次呢 上松化 雖然都逗留不太久 玩了十幾天而已 但是呢 都起碼給這隻的七歲仔呢 有一份額外的新鮮感啦 有機會是 還有這一場馬呢 擺在前面走的馬不多的 雖然他上次呢 都叫做賺過 慢步速回來 跑第五 不過 當日呢 其實在近 內蘭的那些場地呢 是比較吃虧一些的 是 這次呢 假設 現在都不知道 那些跑道的形勢 但是起碼我預計這場是慢步速 排過三檔應該呢 他都會佔到步速的形勢之利的 那麼這隻的線路神話呢 我也拖了他啦 那麼另一隻呢 可以留意著走勢 眼尾瞄著他的就是一隻大將雕神 這隻馬呢 那就是大舊飯來的 不過呢 他就 開始在神操呢 不算是太立落了 是的 當然了 那這場馬我就沒有位置放他 因為都 四班千四 經常都會 就是很多馬選的 那些博外先鋒那些 都是叫做有千四跡 那都選不到 但是這隻大將雕神呢 可以眼尾瞄著他的走勢 希望不要這場真是炒我 眼尾瞄著他 好 那都重複一下今場 這場馬小小的心水 包括了11號的江南勝造膽 配腳拖回5號不妙星 6號的天天得樂 還有7號的線路神話 不也兒童 我們呢 有沒有一些 見到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雖然大家都有一拖三 上次原來有兩隻都是10號 這次原來有兩隻是11號的 是嗎 是啊 但是我這個10號 又是中腳 不是 起碼 有起了我的傷心 超好運 黑桃火箭 你十幾倍位置Q射下來 不要緊 我還是留一句 一起 是這個整Q 這些中腳的時候 位置Q的濕濕濕 先鋒著它們 但是位置Q也很好分 那不要緊的 我都有點緊緊於懷程式的愛 不要 千萬不可以 賽馬這些絕對是沒有的 我們永遠都是向前向 在這樣有時候 我們不能夠控制那個場地 也都是正常的 就是等於 如果我跟你說賽前 達利何往 一定是中段變咒的了 那路會踩下來的了 你說不說到我這麼完美的幅圖先 就是連到領創動力 我相信潘頓都突然間 都發了茅入 直到我都起勢 幾下邊這樣抽下去 已經不捨一隻馬了 所以 都要臨人執生 那大家 在我們節目的時間 我們講的論點 如果你覺得 不是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這樣看會比較好 其實大家就已經加深了跑馬的立論 可能對於 下頭駐的時間 可能更加有信心 那你有膽的 就拖回我們的腳 那你就覺得 真的有五個了 冠埔區放不到的 就拿回黑圖火箭 黑圖火箭 他真的在做行事 這一場減六分 兩個三分球 是吧 又或者 那麼利放街上教拖回波仔的腳 那就由中堅了 那臨場也有這個運數據 顯示上教的 雖然好像尾巴才彈出來的 但是 飛機那時才落 還有這些匯合採字等等 這個是另一個話題 那我們可以在 堅仔頭駐改進課程的時間 再和大家研究 在排位日內 先和大家 勾獲了兩場的精算過關的範圍 給大家參考一下 沒錯 這兩場應該都 3T場次 希望都有一些分頭 是啊 那麼 還有什麼要補充 沒有補充的話 就記住要按LIKE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想玩堅仔的 是立即免費下載下來的 看看裏面所有節目欄 裏面的節目 看常人數據 看私集碼碼 看民間高手的影片 他們都有這個逐步人和紅日社 雖然選擇的表題未必適合 但是裏面的內容 有這個味道 所以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們建制座的APP 沒錯 也要踴躍留言 我們這個遊戲的充電器 可能我的朋友看 都是一些有牌子 當然 好像平板一樣 每個人都用了 真的行的 那些叫做性價比 對 始終是做科技公司 當然 做出一些科技的東西 不能夠 盡量以心為心 絕對一定要有質素 是的 品質要去保證 希望我們 建制座的APP 繼續在這個內容裏面 不斷革新 維持著最好的服務給大家 好了 導演就說 我們不可以賣太多廣告了 這個時間 我們和大家休息一會 不是英國話 暫過段落 我們下次 堅仔精選過關 再和大家見面 和波仔再和大家聊過 拜拜